从2023年开始,中国运动品牌第一股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的各地专卖店陆续开始清仓 直至2024年3月,清仓活动仍然不止 其中,原价399元人民币,限价59.9元人民币 纯棉短袖4件一共100元人民币,就可买走 从视频中可见,贵人鸟的线下店铺中挤满了来买清仓产品的顾客 不仅是品牌撤贵,贵人鸟公司也处于分崩离析中 截至3月4日收盘,贵人鸟股票价格再次跌停,报0.78元人民币美股 据陆媒报道,2月1日至3月7日,贵人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商交所根据相关规定,对ST贵人做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因被实施退市警示,股票简称也从贵人鸟变为ST贵人 3月11日,就在贵人鸟退市之际 公司董事长因涉嫌违法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据透露,调查主要围绕贵人鸟在经营过程中的财务造假 信息披露不实等问题展开 这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市场的强烈震动 投资者纷纷表示对贵人鸟的未来感到担忧 作为大陆首家A股上市的运动协服企业 贵人鸟曾宏迹一时 公开资料显示,贵人鸟体育集团成立于1987年 巅峰时,公司直属员工超过5000人 品牌专卖店达到5000多家 主营业务中,平均每天要开三家门店 2014年1月,贵人鸟凭借登陆A股市场 摘得中国A股运动协服第一股的桂冠 实控人林天福也一度以190亿人民币的身家 登顶泉州首富 不过好景不长 红金一时的邪王贵人鸟很快开始走下坡路 自2016年起 贵人鸟经营状态急速恶化 股价连年下跌 2018年,贵人鸟巨亏6.86亿人民币 等于将5年的获利再一年赔光 2019年第一季度 公司营业额大跌37.4% 资产负债32.2亿元 2014年1月,其业绩预告 2023年净亏损近5亿元 与此同时 贵人鸟的销售收入和销售利润也一直呈下降趋势 2018年,销售收入约为28亿元人民币 下降了13.5% 2019年又亏损约11亿人民币 2020年再次亏损3.82亿人民币 由于多年亏损 2020年,贵人鸟的股票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告 同时,贵人鸟还面临着贷款违约 关联交易 拖欠经销商货款等种种问题 2020年至2021年期间 林天福从5次收到限制消费令 截至2020年底 贵人鸟门店数量已从巅峰时期的5560家 锐减至1396家 为了解决公司出现的资金危机 林天福引入了东北粮食大亨李志华 作为公司的重组股东 并以4.2亿人民币的价格 将ST贵人20.36%的股份卖给了李志华 然而短短几年后 贵人鸟的内部管理再次出现动荡 2024年2月23日 贵人鸟发布的公告显示 李志华已经于22日收到中国证件会 发下的立案告知书 现今李志华因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被立案 可以说 十年前的一股见证了贵人鸟的高光时刻 十年后A股又看着贵人鸟英雄驰木 那么昔日协王贵人鸟是如何走向巅峰的 又为何衰落至此 对自己没落的原因 贵人鸟认为 是因为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较为严峻 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公司所处的粮食行业和运动协服行业市场竞争压力较大 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不过外界看来 加速贵人鸟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内因 首先是盲目投资 不务主业 贵人鸟一直是股权高度集中模式 在2014年时 创始人林天福持股超过76%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其经营决策直接关系到贵人鸟的命运 也许是因为贵人鸟短时间内的经济暴涨 上市之后的贵人鸟不满足于只做一家运动服饰品牌 将目光瞄准体育运动产业全产业链 开启了疯狂投资 2015年 贵人鸟投资2.4亿人民币入股以体育赛事 和男性兴趣生活为主的社区网站虎扑体育 并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还和虎扑合作成立了高达20亿的惠动女基金 去投资教育培训跑步健身等行业 后来贵人鸟还投资了中国运动休闲装备网络 零售商银鞋库 线下运动产品零售商节制行 甚至还进入了体育保险体育游戏等赛道 然而靠烧钱收购来的这些企业 不但没能带来利润反而成了亏损黑洞 据市场数据上市后的三年之间 在林田福的操盘下 贵人鸟烧锋了50亿人民币 更为尴尬的是贵人鸟的这些投资 并没有和原来的主营业务形成战略协同效应 反而需要主营业务去给新业务输写 虽然后来贵人鸟也认识到盲目投资带来的苦果 急忙止损 出售不分业务 但已于事无补 对此 有食品人士补充说 贵人鸟失败的关键 林田福的盲目投资 可以说和当今中国的证券有一定的联系 那就是热衷于大撒币 众所周知 中共在习近平的维持下 开启了一带一路政策 说白了 这个政策就是在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需要中共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中进行经济或技术支持 从而使中共从中获取利益和政治上的支持 然而 无论中共如何努力 劣质的工程质量和欺骗性的投资 早已让中共的经济和信誉在国际透支 中共原本希望借助大撒币的方式帮助自己发展 结果适得其反 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正所谓上行下效 中共的带领下 许多中国的企业也像中共的做法一样 开始各种没有理智的胡乱投资 除此之外 有学者发现 除了投资失败外 贵人鸟产品 服装行业质量多次出现问题 价值更新迭代太慢 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发展 品牌成立初期 贵人鸟凭借初次的营销和性价比路线 占据市场先机 并很快走上巅峰 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运动协服行业处于空白期 占得先机也就抓住了黄金发展期 可后来贵人鸟开始守旧 款式老旧 不能吸引消费者 再加上产品质量越来越差 多次被监管局点名 2021年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接连发布 两期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公告 抽查产品包含学生书包 学生文具 学生服装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铜鞋等 其中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双肩背包不合格 儿童旅游鞋不合格 2023年1月有媒体报道称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炮鞋 被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查出外底耐磨性能不达标 同年3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告 一批由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南炮鞋 外底耐磨性能不达标 2024年2月22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铜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 标称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GRN、样、炮鞋等13批次 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 检验结果不合格 其中不合格项目涉及外底耐磨性能 重金属总量和有害化学物质超标 与此同时 年轻人的需求越来越高 原先贵人鸟的鞋子款式也逐渐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 土成了贵人鸟这几年挥之不去的标签 在中国人眼中 贵人鸟的形象仍是款式老旧 甚至品牌名字也有点土 因而这对于喜欢追求个性化 标榜自我风格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很多瑟斯县城市的商场也因此而推出各种促销活动 这些举措使得贵人鸟的品牌价值无形中拉低 让公司效益更加雪上加霜 反观国外品牌 阿迪达斯 耐克 AJ等 通过赞助国际赛事 积极推动国际潮流 积极与年轻一带接轨 反而让年轻人愿意去购买这些轻奢产品 而不是贵人鸟这样的国产牌子 产品质量下降失去用户口碑 再加上产品没有创新 贵人鸟最终被消费者抛弃 那么如今的贵人鸟还有机会转型重工 绝地翻盘吗 看得出 李志华入主后 贵人鸟的发展思路已经大变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产业向粮食赛道转移 但这种转变并没能挽回贵人鸟的颓势 2023年9月 贵人鸟发布公告称 鉴于运动协服业务自司法重整以来收入下降 持续亏损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公司将对运动协服业务进行优化调整 通过授权许可 出售 租赁等方式进行贵人鸟 Prince等品牌资产 和其他各项运动协服相关资产的处置 并逐步退出运动协服业务 10月 公司决定将持有的贵人鸟品牌 以独占许可使用 有床授权给全州荣顺协业有限公司 授权费用100万元每年 授权期限10年 授权使用期限自2023年11月1日起 至2033年3月31日止 其实 自2021年司法重整后 贵人鸟已将运动协的生产模式 从自主生产为主 调整为外协加工采购模式 这也解释了为何贵人鸟品牌频频被爆出质量问题 随后 李志华又压保了预制菜行业 也许是他渴望贵人鸟能够重整旗鼓的另一次豪赌 2024年3月6日 贵人鸟花费1亿元人民币成立了金鹤预制菜产业原有限公司 该公司由贵人鸟全资持股 其中 预制菜板块是贵人鸟新业务板块中的重点 据媒体统计显示 截至去年底 中国共有64000多家规模各异的企业从事预制菜相关业务 预计未来中国预制菜市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2026年 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 可以说 站在这样的风口上 贵人鸟也想跨过来分一杯羹 但是其中有许多弊端 首先是预制菜行业竞争激烈 况且贵人鸟预制菜产品尚在研发之中 产业园也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预制菜能否成为贵人鸟的第二曲线 尚且未知 并且由于预制菜行业的新 导致其目前面临行业集中度低 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 市场接受度不及预期等问题 对此 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转型或许是当下贵人鸟最好的选择 在以后的时间里 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粮食主业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在二级市场上 也会有更多活力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 并不看好转型之后的贵人鸟 原因之一是 进军预制菜本身也许充满机会 不过对品牌而言 也许会产生反向作用 外界认为 从业务整合来看 由于农业与协服行业关联度不高 农业品牌与贵人鸟品牌 或会相互消磨 跨界对贵人鸟而言 对运动品牌贵人鸟必大于利 可能会加速贵人鸟品牌的贬值和没落 并且另有报道显示 宣布进入预制菜赛道 并没有刺激贵人鸟公司的股价 相反 股价自2023年3月初以来持续下行 目前市值已较高峰时期的400亿元 蒸发九成以上 原因之二 学者直言 在如今中国惨淡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中国各个行业的竞争仍然很激烈 并且中国内部的企业竞争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极端的竞争心态 和极度依赖政治关系 很多企业都在这种畸形的竞争状态下苟延残喘 据媒体报道 有不少知名的体育品牌已经完全消失 比如喜德龙体育 喜德龙体育曾经鼎盛一时 还邀请明星做代言 然而最终没逃过中共统治下的残酷游戏规则 另外红星尔克也曾经接近面临倒闭 即使暂时没有倒闭 也是面临转型问题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李宁股价暴跌 很多曾经市值百亿甚至千亿的运动大厂 如今都是惨淡无比 贵人鸟的没落固然与其创始人投资失误有关 但是在中共政治主导经济的商业环境下 没有一家企业是顺风顺水的 贵人鸟自然也是很难独善其身 这是贵人鸟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是许多企业失败的根源 如今当人们再提起昔日泉州首富和贵人鸟 只剩下一声叹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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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